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健康关注组的亚运篇 今天我们关注亚运项目凶手道 所以我们的主题是 凶手道扔开前路 以致击败相通 很厉害 首先介绍我们这集的嘉宾 分别是凶手道教练Anthony 李慧智教练 骨科专科何嘉琪医生 以及注册物理治疗师 许培权Kini 欢迎订阅三位 和称谈谈前 Kandace很厉害 去挑战凶手道 好, 先看看他 那么厉害? 你感觉到吗? 我感觉到了 他终于回来了 难道你… 没错 我要减肥 我要烧痴 我要做运动 我要健康 那就要坚持训练 不容易放弃 我已经踏出了成为凶手道选手的第一步 就是换衣服了 但至于之后怎么做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一起问问郑子民教练 我们先试一试 教练很有型 我知道亚运有分组手和型 其实这两个是什么 亚运会空手道项目 有两个主要竞赛项目 一个是型 其实就是… 有型 对, 有型 就是打套拳 运动员可以选择自己想演绎的套拳 去打出来 裁判就会给予一个分数 分数高的就会晉级 另一个项目就是组手 组手就是自由搏击 两个运动员 一个红方、一个蓝方 他们就会采取一个 打中为先的一个取分方式 以拳、脚或策技 去取得不同的分数 我刚刚见你打的时候也有阵风 你可否教我 有型点 好啊… 那我们先拿着水袋 拿着后 我们就站好马 我已经站不住了 膝盖有点微曲 我们尽量上下身分开 我们就这样移动水袋 左右地移动 你会看到 其实是可以用身体发劲 把水扑到另一边 同时马又不能倒下 对, 所以要稳定性 加拒强的发力 很累 对, 这个训练是非常困难的 加油 拿上来 对 真心吗 站好 对 1 2 3 对, 再加少许力 4 对 5 贴身点 是, 加油 继续去 6 7 撑起来 撑起来 8 9 10 好, 太好了 越走越脚 那怎么办 不知道, 要问问师兄 问教练 Antony, 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由搏击是有分套路 和自由搏击的比赛 你是属于自由搏击比赛 是否有特别多伤患 以及最伤的那次是什么 如果在空手上的搏击 伤患是正常偏偏偏偏偏的 如果是搏击的话 因为我们可能有环境因素 有对手的影响到 去导致自己受伤 我自己有一个严重的伤患 就是两边膝蓋 右边膝蓋试过分剑断裂 以及左边膝蓋的口十指引带断裂 是打筋的时候断裂, 还是是什么 其实有一次是因为环境因素 因为有时我们训练的场地 未必是有远战 可能是打傷 或者第二次受伤 可能是对手 可能他们用力的问题 就是会导致扭断了膝蓋 我的膝蓋? 我听到很痛 你这一刻很痛 对我刚才听Anthony说 你说环境因素很重要 但心理因素也很重要 但譬如说你多次受伤 你如何面对对手的时候 坦白说,他打起来 我真的害怕,我会缺乏 如何去应付这个心理因素 我觉得是心理因素一定有的 所以会令我有时没有太放弱 但当然如果我了解自己 衡量一下自己的身体 我会把比较容易受伤的脚 可能较少出 距离可能会拉远一点 再攻击 对,刚才我们看到Candice的片段 就是一些核心训练 问Kinney,核心训练有帮助吗 当然有帮助 因为核心肌群的肌肉比较有力 其实可以减低身躯的摇摆 其实空手道学员很多都有踢激的动作 例如前踢 向前踢的时候 当然股四头,即大腿前肌肉 很重要去发力 还有側踢或后踢 其实对側腹和后腰的位置 需求也很大 如果你足够力的话 就可以减低拉伤肌肉或扭伤的机会 我认为腰也很重要 我想问何医生 刚才听了Anthony说 后十字印带裂了 会否很难康复 其实无论前或后十字印带受伤 复康时间也需要药肝的时间 尤其是我们要处理的 印带的复缘 另外我们还要强化 刚才说的核心肌群的训练 笼统来说 我们需要最少做三至六个月的物理治疗 如果要去一些高强度的运动 例如空手道、篮球、足球 甚至要到一年以后才能复复 其实时间也要很长 花很多时间复缘 好,那我们看看Candice 究竟这个练胸手道如何 教练,其实在亚运中的练营 是如何评分的 裁判会因应一些运动表现 去评分 例如他出拳有没力 他马步是否稳定 速度又快 或是会否有失平衡 每一套拳 也会有他指定的路线 或是一些基本动作的组合 我们不能完全是自由 自己可能突然打个拐斗 我们也要维持着空手道的流派 或是技术在里面 那你们平时练习的时候 你是会把动作拆散 还是一组一组去练习的 这就视乎是途律 还是比赛期 如果不是比赛 当然可以慢慢拆小一些动作 再修正一下 如何漂亮一点 法力的位置是如何的 近比赛,当然我们不能顧虑太多细节 我们可能会分部分 或是整拓去锻炼气 能否够力去打几套拳 明白 刚才你没有说杂马 叫我准备了?快教我吧 好的 好,我教你第一个动作 就是前屈立出拳 首先我们要站起前屈立出拳 你跟着我 你右脚就不要动 我们先把左脚踏出来 先叉腰 这里是前屈立 所以前屈立就要屈住 后脚伸直 非常标准 好,我们现在先出拳 我们先握拳 是,那修手呢 我们空手道的修手不是这里 是要放在腰带上 没错,对 那我们稍后… 现在腰已经打折了 我们就试试把腰转到左边 然后把右手打出去 对,没错了 对了,我再撑多一阵 这个前屈立挺累的 对了,那我们再来 好,三 三 对了,打低一点 对了 就是右手只打在肚的位置 而左手就是打在口的位置 对了,这个叫上段拳 所以是打嘴角 是 中段拳就是打在驱缸的位置 大多都是在胸后或腹的位置 所以就是这样 明白 对了,我们再出四拳 好,准备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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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刻,我们要挖出来 这样的,好准备 去 对 不错 挺帅的,真的挺帅的 可以夾吗? 挺帅的 不过真的不要在大声认识 也是斑换老虎 修炼了 其实你有一个受伤经验 你现在是教练了 你会否有其他不同的方法 让刚刚开始跟你学习的空手道学员 不要那么容易受伤 有的 因为我差不多11年前开始 转型成为健身教练 而且也开始想多学习 一些关于如何避免受伤 所以其实我们以前有些旧式的空手道训练 就是死操、难操、不停做 做了就可以了 或是有不同的方法 但现在开始我会更加讲求他们的基本功 即是柔软度,我们在踢脚 我们在柔软度上很重要 还有可能在一些热身上比较重要 因为可能有时我们很趕急就去打 之后…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无论是学生或工作 其实他们可能是比较好说的 有时他们马上来就立即就打 是 所以我可能会在热身上做足一点 无论是基本功、机力上的训练 柔软度的训练都会做足一点 令学员会降低受伤的风险 但你有没有说是什么动作 或者是什么情况下 学员会特别容易受伤 当然是在环境上 可能会撞到、跌低、扭傷 或者可能不够位置 另外可能有机会在关节上 因为我们在摔跌的动作上 因为有时是要 卡住别人的脚或脚去扫下 有时可能在法力的点上 还不合适时就容易扭断了关节 所以我们在比赛或队打的时候 我们要找不同的要点 最先是体重上要相同 或是接近 或是層次接近 因为我们会有一分白带 黑带不同的级别 所以如果是师兄 我们会更加就着师弟 但不会是重量级去打 但始终没办法 有时在一些世界的比赛 我们是分对制的比赛 就是将重量级和最轻的放数 可能会放在一起打 是… 因为我们除了个人的比赛之外 有对制的比赛 就是五个正选,两个后备 有机会我们曾经试过 一个正8、14公斤的 对一个最轻的磅数 那是很严重的受伤 好像很重的 我无本动 我们休息一会去广告 稍后回来继续谈 继续回来健康 关注了我们今天 关注亚运的空手道项目 我们的主题是 空手道拼开前路 以致击败相通 而今集的嘉宾分别有 空手道教练Antony、李慧智教练 骨科专科、何嘉琪医生 以及注册物理治疗师 许培拳,Kinney 刚才我们提到一些受伤的学员 或是运动员 我想问Kinney 有没有什么帮助和训练 可以帮助他们 有的,主要分几种 第一种就是 像Antony刚才说到 可能有些人下班来做训练 热身不足 其实热身很重要 因为拉筋 或者做一些无疑踢击的动作 可以令到关节 甚至可能肌肉会适应幅度 没有那么容易踢 就容易拉伤 另外,可能也要注意 空手道有很多踢击 或者特别专行某一个动作 例如四头肌 会因为那些踢击而特别强壮 可能会忽略了角城肌的力量 即大腿后肌 导致肌肉不平衡 就很容易对前十字印带 有压力 再做一些搏击时就很容易有扭伤的情况 发生 所以这个时候要锻炼比较弱的肌肉 令它平衡 就可以减低受伤的机会 我听过Antony说过 以前你训练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支援 所以经常很容易受伤 当你现在学习了科学化的训练之后 对于一班刚刚学习空手道的朋友 你觉得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现在 你现在看到 可能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健身室 其实也比较普及化去做健身 其实我们以前什么都不懂 可能只做一些肌力 身体体育训练去做 现在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负重的训练 去提升我们的身体肌肉 爆发力 再加上我们就算是一个体员的训练 我们也有其他不同的肌力与体能 训练去提升身体不同的部位 的方向 例如以前拉筋 真的死拉、争拉 拉到大字马、一字马 但可能我们现在懂得一些方法 如何放松肌肉 去控制一些关节的灵活度 再加上伸展 还有我们以前用一些很被动 或者别人很被动的 去按牙 但现在我们可以透过自己去控制 慢慢去练习关节的幅度 其实会降低受伤的风险更加多 像少林哲、大字马 就是要靠一些技巧上的东西 我看到教练 我又想起Candice 看看她究竟扮形扮成如何 看看 教练,刚才那几套拳 已经弄得我的臉都红了 但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打组手和人自由搏击 是不是很容易受伤 我也会的 因为始终祖手是自由搏击 一个对抗性的运动 小不免也会有打到 撞到的情况出现 其实如果是的话 不如我选择型 型没有那么容易受伤 其实又不是 型的伤环是比较累积性的 所以可能我们有时做错动作 或有时太大力 我们能做到手肘 或是膝蓋在盆骨的位置 这些手尾比较长 我之前也听说过 你因为训练 可能令椎盆盆有些受伤 可否说一下那时候的经历是怎样的 当时是因为身体的油人性不够高 我强硬咬着腰去做一些动作 最后就扯下扯下 椎盆盆有点厉害 就是要强弱 也休息了很久 一直都继续做物理治疗 强化自己的核心力量 对, 没错 慢慢地克服了这个痛楚 今天谢谢你 对于我这些没有接受过 空手道训练的人 可以打到一两个 我已经觉得很好 我希望你继续努力 教更多一些徒弟 也自己再打好一些 为港增光 谢谢 有继续练过了 不收货 收货了 应该连接一两个小时 大师兄说可以 真的挺好 那边有大师 谢谢何医生 我们经常听到 前十字引带和后十字引带 他们的功能是什么 因为我经常听到 运动员会断过 我也断过 就是继续续续续续 是有什么作用 因为膝蓋是一个 比较很特别的结构 因为它负责整个上半身的重量 它又灵活,但又稳定 所以前后十字引带的作用就是 一条是负责控制前的稳定性 一条是负责后的稳定性 有些人都会问 前后十字引带会否一次断两条 还是本来一条容易断 其实原来前十字引带是容易受伤的 因为前十字引带除了前后的稳定性 外,它还加了急停转弯 或者旋转的稳定性 这是一些 没错 球类运动或者一些空手道 一些踢腿的动作 整天都会弄弃 蓝球那些也是 对 断身 那条引带很可憐 但医生,我想问 如果断了十字引带之后 是否很难康复或是怎样 其实现在科学很献名 医术也很精湛 如果我们说合适的治疗 例如一些引带 例如是完全撕裂的 我们的确定有不同的方法 可以重组引带 经过手术、合适的伏腔 以及正确的运动态度 最终很多球员或职业的运动员 都可以做回先前的运动 虽然强度或意识 就要再做一些调整 也有机会再断 但就要看你的训练是怎样 对 最重要是在伏腔做得好 所以问Anthony 当时你的疗症是怎样的 过程是怎样的 其实因为我也相伤过不同的几次 其实经验也是 我们首先不要让股脂头的肌肉萎缩 所以我们一手伤 只要是一个未做手术前 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轻量的 可能是踩单车 但调校一些角度 令到膝盖没有那么容易受伤 之后不要让它那么快萎缩 然后做手术 之后那段的疗程 其实我多数是做完手术 可能休息一两天 两三天后就回去看医院做健身 可以做一些物理治疗 或者做健身 其实就是保持肌肉 不要让它流失 而且会保持很努力去敷冰 然后其实我一敷冰 它就已经热了 然后它其实做完手术 它会肿胀 而且听清楚医生说的 控制的角度 因为我们最先是不可以屈曲 隔几个粒 一段时间就可以慢慢加一点 看到你的腹肛 可以帮我加多一点 慢慢去做 因为看完氧气瘡 可以令它的传氧 或者敷冰 或者很多物理治疗师 会保持着看着我们 但我想知道 刚才说是没有做手术的 不用做手术 但如果做手术之后 腹肛如何处理呢 Kini 首先我们要拿回幅度 以及消炎、消肿 还有最后一件事 刚才Anthony所说的 就是不要让股四头肌肉萎缩 我们有很多仪器去帮助它 例如电疗、针灸 如果看软 还有更多气瘡 或者其他专业的仪器去帮助它 当它完成了消肿 以及拿回幅度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阶段 就是腹肛的中期 主要是练习肌肉 锻炼肌肉其实也有很多种 因为肌肉也有很多不同的功用 最简单的就是力量 慢慢看它去到多少 我们就不断加… 希望可以快点去手术之前的水平 到最后,它到后期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检查 去看看它是否适合比赛场地 例如看看它的四头肌肉 它各承肌的肌肉 究竟是否能恢复好脚的九成 讲到这件事 Anthony今天带了一些器材上来 介绍给我们 不如交给Anthony去介绍 介绍一下这支饮管是什么 这支是滚筒 其实是叫做脚筒 叫做脚筒放弃的方法 就是自我基金的放松 其实很多运动员都会拿着这种 或者健身室也挺常见的 其实今天希望可以教得到 用滚筒去做放松 滚筒除了可以令肌肉的对抗性好 其实它会回复你的肌力 而且你放松肌肉之后 其实对你的攻击的幅度 或者是整个表现都会更好 我们会示范一个动作 就是放松我们的股股四头肌肉 是 首先我们可以把膝头分成四个阶段 阶段1、阶段2、阶段3、阶段4 我们要慢慢从下面去做 因为经常看到在健身室 它会从头摔到尾不停摔摔 但其实它并不是很放松地摔摔 我们第一个动作 把它放在松弯上 然后我们上下摔摔 就是很短小的部分摔摔摔 对,先控制幅度 然后这样上下四下 和呼吸控制就好了 然后再加一个摩擦的方法 打滑 对 然后第三个动作 就是膝头的周围 是 2、3、4 我们保持在按压的状态下 送到松弯的位置 不要松开 坐着1、2、3 又是 就是小子的 对 慢慢一直做到第四个松弯 这样就慢慢做 大约可以做一至两次 但也不建议原来可以松弯 一次做好多次 其实我们不建议 为我们的肌筋摩很放松 所以我们在做运动前 把摩擦完再配合拉筋 再像用用它来做一些放松 这会有更好的效果 對,明白 剛才提到手上 也可以做到這種方法 可以鬆脫筋 對,因為如果我們學會 如何放鬆背闊肌 到膊底和肩膀 其實能放鬆的話 很經常一堂或一個動作 五分鐘左右 手大約可以長兩至三隻手指 很厲害,口也長嗎 對,可以的 如果我跌腳,可能我會高一點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可以的 我是拉筋拉過來的 今天謝謝三位,不要妨礙 我們繼續為空手道的運動員 加油 好,時間差不多,下一集見了 再見 再見 再見